社會不熟悉原住民族文字 如今已經不能拿來當成 在身份證上單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的擋劍牌 念出自己的足語拼音 兩年前原住民青年在街頭前往各地護證機關 嘗試在身份證申請上單列族名 卻遭護證機關做出不同過的行政處分 對此不服 因而提起行政訴訟 在今年十一月八號案件翻轉迎來首件 身份證單列族名的勝訴 至於勝訴的關鍵 訴訟代理人律師林秉卿分析判決書表示 在姓名條例中原住民及其少數民族 傳統名字登記方式解釋為未限制使用中文 再加上各族原住民族語言 已經是國家語言的狀況下 確保我國各民族平等使用自身語言的平等權 那法院就認為這個姓名條例 所謂的應取用中文姓名的這個規定 裡面的這個中文姓名 他認為應該要把它解釋成 國語姓名 而這個國語指的是國家語言 不過這起判決只是個案並不是通案 也就是說只有保杜把任可以在登記身份證 姓名時使用羅馬平衡文字 也將此視為國家尊重民族意願的起步 不過是否會促進更多人嘗試恢復傳統姓名 學者表示仍有待觀察 不過林敏青和陳章培倫同樣都提到 在判決書中 可以看到法院認為現行 無論在何種登記方式下 姓名登記中必須有中文姓名 反而是反映出統治者的統化思維 在原住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中 做出精準批判 除了法律定義的論述外 更是社會大眾要思考的課題 有的新聞 給大家看 Div Luan 台北十次採訪報導